第三点啊咱们要说第三点了 第三点呢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注意他的出球 这时候钱币是不是打开了 你得把它归位 怎么归位呢 大家仔细看 钱币往回走 手腕往前转 看拍头啊大家看拍头变化 冲向右前方 那这个时候拍头转转转 手指手腕带他 看钱币回来 钱币回来 在中国两字腰腹肚脐 肚脐前侧或偏左位置停留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太多 你也不能太少 这叫太少 这叫太多 不能少不能多 在腰腹前侧为标准 好那么引拍 钱币归位手腕大动拍头 从右前方转向前侧再转向左前方 从右前方我们以拍头为主 你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不知道我动没动腕子 我懵了我不知道我腕子动没动 对吧 那你不知道你就看这个拍头 拍头从右前方转向左前方 仔细看啊 看我的动作 右前方转向左前方 前臂归位 右前方转向左前方 这是第三点 看 这球就很转了 我再加点速 这球就会更转了 好不好 这就是旋转 旋转的精髓带就是什么 我们带动的摩擦产生的 对吧 因为它有旋转 它有旋转 所以呢 我们在发的时候 打开向前 拍面 右前方转向左前方 在腰腹前侧停留 别多 别少 不多 不少 腰腹前侧停留 前臂展开到归位 前臂展开到归位 我们要说第四点了 在这第四点里就尤为关键了 就是我们的加速了 你看这个手腕慢转是什么样 大家仔细看我啊 手腕慢转 你把这五点学会 下云球就能发好了 你看慢转 慢转 跟快转 看这球 手指手腕低跳 在转动这一瞬间 带动我们的手腕 快点转 四点了 就是加速 这个加速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非常简单的方法 好不好 非常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引拍的时候 我们的手腕不能太慢了 这叫慢 这是慢 你看 慢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让它发的更转呢 我跟大家说 大家仔细看啊 这是我们平均频率 频率是一二 那么我们一二 好不好 怎么能让它快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一个就是前臂 前臂的哪一块用力呢 大家感受一下 就整个的这一块前臂的肌肉群 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摸一下 前臂的肌肉群 加速 加速 好不好 前臂的肌肉群 加速 这是第一点 这儿发力 发力点 第二 握紧球拍 无论你是指板还是横板 大家握紧球拍 然后你看你指板 抓住球拍 手指手腕加速 虎口横板的虎口和手指手腕加速 就是你握住这个位置 把它提点速度 你看 转了 大家看这球 转了 看这球多转 落台之后马上就回跳了 而且弧线很低 就是因为我们的加速而产生的 所以第四点 必须加速 没有加速的球 大家看啊 同样动手腕 看我 看这球 往前走到啊 看 球在往前走 发过去还不转 你使劲用臂上发 加速你的臂力量 只会让这个球更长 但是它不转 只会让这个球发的更长 但是它不转 所以你的腕子 这一下的加速 看 这一下 真正是什么 让这个球在你的球趴上 通过你的拍面的这个速度 形成就像滑火柴一样 形成它的这个摩擦力 而产生的旋转 看 加速 这个球产生的旋转 不是我们必用多大劲 你用再大的劲 它只是说球长 但是它不转 转得靠摩擦来产生 摩擦出来的旋转才叫转 摩擦出来的旋转才叫转